红枣秘方 老年人的剑脑武器 预防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是老年人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 而红枣的多糖类和抗氧化功效 被认为对预防和减缓老年痴呆症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它不仅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 还能改善记忆力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尤其在帮助老人活血健脑以及补血氧气方面表现的淋漓尽致 以下是红枣为老年人群带来的健康福祉 1.活血健脑 老年人常面临血液循环不佳 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而红枣正是为此而生 其丰富的多糖类和维生素C 有效活化血液 改善大脑工学 提升认知功能 减缓脑部老化 降低老年痴呆症风险 2.补血氧气 老年人常因身体机能下降而易患贫血 而红枣被誉为补血氧气的极佳选择 其丰富的营养成分 特别是对铁质的丰富含量 补充身体所需 提振元气 增强体力 3.预防老年脑部疾病 红枣中的多种活性成分 特别是抗氧化物质 清除自由基 降低脑部损伤风险 透过抗氧化的功效 潜在地预防了老年人患上严重脑部疾病 如阿兹海默症等 总的来说 红枣不仅是美味的食材 让红枣成为家中老年人的良好伙伴 为他们带来健康 活力和智慧的老年生活 老人痴呆症症状 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化 家家户户都有老人 他们为养儿育女 曾经付出过很大的贡献 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 我们都应该好好善待老人 感谢老人 关心老人 将古代智慧的养生之道 融入到现代现实生活 除了采用草本疗法 食疗和运动等保健方法外 古人注重在精神层面的改善 关心爱护家中的老人 一起来活到老 学到老 培养精神上快乐和充实 因为健康的精神 会换来健康的身体 老人家一样可以活出健康自然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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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